拳有很发达的神机系统,所以它们的嗅觉、听觉、视觉都十分强 面对细微的气味或者声音都能够准确地分辨出来 黑暗中能清楚地看见目标形状 经过训练的警犬,咬斗凶猛,伸手灵活矫健,事与力强,对主人也是忠征不二 所以它们成为了警察的得力助手,在警卫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美国人一直都很重视犬,视其为家人 但是为什么美国警察却不愿意带警犬呢? 要培养出一只优秀的警犬,并且保证他们可以顺利完成任务 其训练是十分严苛的,所以对带犬警察的要求自然严格 比如在德国,带犬警察必须有三年以上的实际工作经验 喜欢动物,还要把警犬带回家,与自己同吃同住 以便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并且每两年就要参加一次犬的考核 不过关就取消带犬资格 在英国想要带犬甚至要参加面试和鄙视 在美国要求更高了 不仅要参加鄙视和面试才能有带犬资格 还要有三年以上从警经历 要有能够轻松举起警犬的力气 在过去的一年里没有确诊疾病 能够适应就算是下班也能够迅速照会的情况 要给警犬提供专门的生活场所,习心照顾 车后面要带犬龙,最好有三厢车 这样犬在车里有较宽的活动空间 定期训练警犬并参加考核 基本上不论是工作时间还是下班之后 都要带警犬寸步不离 虽然警察局都会给带犬警察带犬经费 但是警犬的饭料大,免不了需要自己补贴 面对这些严格的要求 很多朋友会觉得十分的麻烦 但是想想警犬能给警卫工作带来那么多帮助 这些麻烦又算得了什么呢 你们觉得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金译 石灵糊 转发 打赏金诺 吴泥form 打赏金诶 镜糊